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c与at的内积的绝对值是小一等于可c的长度与at的长度 因为可c与可c的内积它就是可c长度的平方 我把两边开放一下就行 那么有绝对值小一等于这个东西 那如果我去掉绝对值呢 那么显然也是对的 因为如果这个数是正的呢 它和这个就是一样的 如果这数是负的 那因为这边这是非负的 那么所以肯定呢也是对的 那我们上节课呢还说了 就这个不等式 我们把它呢叫做科西施瓦兹不等式 那由这个不等式呢 我们在一个空间里边呢就可以得到 一旦我们定义了内积以后呢 就可以得到好多的不等式 这是它的实际意义 那么在理论意义上呢 我们还可以啊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因为有这个关系 所以可c eta的内积 我要除以可c的绝对值和a的绝对值 啊 我先加个绝对值吧 那就是小一等于一的 啊 那么当然要把它呢写到这儿 我们就得说这个可c和a的都是非零向量 可c和a的都是非零向量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都是不等于零的 不等于零的 那么这个式的就是有意义的 那么它的绝对值呢 要小一等于一 那我们看呢 我把这绝对值号去掉 它就是小一等于一 大一等于负一的 啊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来看看这个表达式 那么这个表达式呢 就能让我们联想到 在V3里边 我们那个cos θ 就等于可c与a的点击 下个是可c的长度 与a的长度 哎 那我们说呢 我们这里面的内积 就是由V3当中的 这个点击推广而来的 啊 于是呢 我们就想也把它呢 定义成一个 cos θ 就是说呢 我把它定义成 cos θ 我们保证啊 这个式子是有意义的 啊 因为它是在负一到正一之间的 哎 所以呢 我们这个θ呢 一定能够取得到 哎 当然呢 我们会规定 这个θ呢 是大一等于零 小一等于π 啊 就这样呢 给它做一个规定 啊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定义以后 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个cos θ 我们现在呢 可就是呃 在有些空间里边呢 找不到它的具体含义了 啊 但是我们将来把这个c的呢 做一个推广以后呢 我们还会发现呢 它有很多应用 为什么说找不到具体含义了呢 比如说啊 我们在这个空间里边 我们定义了内积以后啊 在这个空间里面定义了内积以后呢 那么我们这个fx和gx 这两个连续函数啊 那么你再来定义它的夹角呢 我们说啊 你就找不到这个角呢 到底具体意义是什么 啊 但是呢 我们这样形式定义了以后呢 会有很多的应用啊 然后先来看一些特殊情况 就是说啊 在c和θ都是不等于零的时候 我们才能这样去定义 啊 那c和θ等于零会怎么样呢 那我们先来看看啊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东西 啊 那么由这个定义 我们就知道 c和θ的内积如果等于零 那么cosθ就是等于零的 啊 当c和θ不等于零的时候啊 c和θ不等于零的时候呢 那么如果内积为零呢 cosθ就是零 那么cosθ是零 θ在这个范围内啊 cosθ又等于零 那么这个θ呢 就只有一个二分之π 啊 θ只有一个二分之π 于是呢 我们现在呢 就给一个定义 啊 定义呢 就是说 如果 c和θ 啊 c和θ的内积为零 我们就称啊 我们来看啊 c和θ的内积如果等于零了以后呢 因为它的夹角就是二分之π的 夹角二分之π的时候呢 我们叫它互相垂直的啊 有两条直线 夹角二分之π就是互相垂直 那我们在解析几何里边啊 在向量里边啊 我们又学过啊 呃 大家将来或者 呃 我不知道这个空间解析几何什么时候给大家开的啊 那么在空间解析几何里面呢 会有 所以两个向量之间呢 如果夹角是90度呢 我们又叫它是正交 那么我们这里边呢 就用正交这个名词 啊 我们称 c与θ是正交的 啊 那么这会儿呢 是当c和θ不等于零的时候呢 它是有具体意义的啊 就是那个θ 但不等于零的时候 那个θ是等于零 呃 c等于这个二分之π 等于二分之π的时候呢 互相垂直就叫做正交 那么当c和θ等于零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啊 比如说c等于零的时候啊 那我们知道呢 零和θ 零和任何一个向量 显然都是内积多为零的啊 它内积要是零的话呢 于是我们就可以 我们或者说称它正交引 或者是规定也可以啊 这个都无所谓了 因为这个cosθ已经没有具体的含义了啊 啊 那么c等于零的时候 因为它们的内积也等于零 所以呢 我们这会儿呢 也称啊 就是零和θ也正交 或者说呢 我们规定的是零与任意向量 都是正交的 啊 就是零向量和任意向量的都正交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呢 不用那个θ 我们来用这个呃 内积 我们也来用内积 内积等于零的时候呢 就正交 好 那么有了这个正交的概念以后呢 我们先来看它一个非常明显的性质啊 我们后边呢 要用到的 就如果c 可c 以α1 α2 到α2 都是正交的 则 可c 与它们的线性组合 也是正交的 好 我们来证明一下 我们要证明可c和这个线性组合呢 是正交的 那我们其实就是要算一算 我把它们的线性组合呢 写在这 我们要算的呢 就是说这个和它的内积啊 我们算它等于零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讲过内积的话啊 可以像多项式与多项式相成的呀 把它去展开 所以这个呢 就等于A1 可c α1 加上 A2 可c α2 一直加到 An 可c α1 然后呢 我们有条件 可c呢 和这个东西都正交 那么正交的定义啊 就是内积为零 所以呢 我们看 这里边的东西 就是就这些东西全都是零 那么带进来以后呢 它也是零 是零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结论呢 就就对了啊 这个证明的非常简单 而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在欧式空间里边啊 我们用了这个正交以后呢 还能得到什么性质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看 两个向量和 两个向量的和的长度 我们在空间解析几何里边呢 我们知道 它是小于等于可c的长度 加上A的长度 也就是所谓的三角不等式 我们呢 在数里边呢 其实也有 但数里边呢 就不是这个 长度了 就是绝对值 我们在数里边呢 讲过 A加B的绝对值 小于等于A的绝对值 加上B的绝对值 那么这个等号成立的 冲要条件是A和B啊 符号相同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也知道 这个等号成立的话呢 等号成立的冲要条件呢 是 可c和A的 是 方向是相同的 这可c和A的方向相同的 那我们现在再看 在我们的一般的 这个向量空间里头 在我们这个向量空间里边呢 还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那么为了呢 要得到这个式子 我们呢 现在 就要 去算一算这个东西 算算可c加A的长度 但这个长度呢 我们知道是带根号的 那么带根号呢 它看着不方便 所以呢 我先来算它的平方 它的平方呢 就等于 可c加A 就这个向量 和它自己的内积 这是我们的定义 然后呢 算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说 它就像多向式 乘以多向式 一样给它展开 这就是可c 可c 可c 加上 可c 再加上 这两个 是 然后呢 再加上 最后一个 是 我们来看这个 可c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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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积是一样 这是相等的 我们再换一下 那就是这个的二倍 然后呢 我们来看 可c 可c 自己的内积 就是可c的长度的平方 然后再加上 二倍的 我们来看这个东西 这个内积呢 我们用一下 科西 比较大事 不等式的 那个变形 我们就是改换的 那个形式 它呢 就应该是小于 就应该是小于等于 这是可c的长度 与 ata的长度 然后再加上 最后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 根据定义 就是ata长度的平方 好 于是呢 我们看 因为可c的长度 现在是个数了 这个正好呢 是一个完全平方公式 是可c加ata的括号平方 然后呢 我两边开方 大家注意呢 这个长度都是非复的 两边开方以后呢 我们就得到了 可c加ata 小于等于 这边开方以后 是可c的长度 加上ata的长度 好 我们就有这样一个 不等式 就是和的 长度 小于等于 长度的和 大家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这个非常好记 你对照着这个数的 不等式来记 也可以 对照着V3当中的向量呢 来去记忆它呢 也可以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一个特殊情况 在这个例子里边的 一个特殊情况 怎么特殊呢 就是如果啊 可c和ata 是正交的 在可c和ata 是正交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 这个东西会怎么样 那我们在 V3或者V2里头 我们比如说 我们画一个简单的 在V2里边来看 如果呢 这是一个可c 这是一个ata 那我们来算 可c加ata的时候呢 做一个平行四边形 但注意正交的话呢 这就是直角 那我们这个平行四边形呢 其实就是个巨型 那么这个巨型呢 那么这个东西啊 就是可c加ata 这是可c加ata 然后呢 如果我把这两个点 给它连起来 把这两个点连起来以后啊 那么这个呢 注意它可不是可c加ata 但是呢 它和可c加ata 长度是一样的 因为这是一个 巨型的两条对角线 所以长度是一样 于是呢 我们就知道 说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一个 直角三角形 我们要用勾股定理的话 那么可c加ata的 长度的平方 就是直角边的平方 然后呢 就等于应该是 对不起 是斜边的平方 然后呢 就等于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 那就应该是这个东西 这就是勾股定理 那我们看呢 在我们的一般的 限量空间里边呢 还有没有 就像这个勾股定理 这样的结论 我们来看这个推导 在这个推导过程中啊 如果在是这个 在这个条件之下呢 我们看这个东西啊 和它相等 这是根据定义来的 没有问题 它到这呢 展开来的也没有问题 它到这呢 也是 把用了一些个对称性 给它合并一下 也没有问题 那么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 如果可c和a的内积等于0 内积等于0 对象没有了 这个不要 不要了以后呢 我们看呢 左边剩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右边呢 就是你看 这是长度的平方 这是长度的平方 也就是这个式子 那么也就说呢 在一般的向量空间里边呢 我们也有啊 类似于呃 勾股定理的这样的东西 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说就这个向量啊 到底它表示的是什么啊 就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取它是这样一个方向 我们也可以取它这个方向啊 这个倒没有太大关系啊 那么我们来看呢 给了两个向量 我把这两个向量给定了以后 哦 我们这个图呢 是垂直了 就比较特殊了 我再画一个啊 再画一个一般情况的 比如说呢 这个就是一个可c 这个呢 就是一个ata 我们现在要算一算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啊 在解析几何里边呢 我们要算这个东西的长度啊 我们要算它的长度啊 那么我们来算这个东西长度的时候啊 那我们来看呢 这个向量呢 当然我就可以随便取啊 方向可以随便取啊 以这个为起点 以这个为终点 或者这么倒过来都可以 哎 那我们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就发现呢 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叫做平行四边 呃 向量加法呢 是用平行四边形法则的 也可以用三角形法则 那么这里边呢 如果我们习惯用平行四边形法则呢 我们可以看 如果我把这个东西给平移到这儿 因为我们数学里边的向量啊 原这个作用点都可以放到原点 我把它平移过来就行了 平移过来以后呢 我们就发现这个东西呢 是个平行四边形啊 这个是平行四边形 那么这个呢 是个未知的 我们要 我们要求的这个向量α 哎 那我们看呢 这个α呢 是什么呢 那么根据这个平行四边形法则 我们知道α加克C 它就等于ε 那么也就是说呢 α就等于克C 减去ε 那么如果我要是取的这个方向啊 我要取这个方向 比如说这是蓝色的这个东西 叫做β的话 那么因为这个β呢 和这α是互相反的啊 就是互负向量 那么我们就可以写成 这个蓝色是β 那么这个β呢 就可以写成克C 减去ε 克C减ε 那么在这个图上呢 我们也可以做一下 比如说这个呢 是那个β 平移过来 大家看呢 这个就变成了 这个就是那β了 就是β加上ε 就等于克C 于是呢 这个β呢 就等于克C减去ε 大家看啊 这个平四边形 β加上ε 等于克C的 β加一等于克C 然后呢 我们两边呢 都给它减去这个ε 就得到这样的式子 那么这个α和β 它的这个向量呢 就是不一样的 它的互为负向量 那么它向量不一样的 但现在我们要求的是 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啊 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呢 那我们就就是求α的长度 或者是β的长度 所以呢 我们写克C减ε 与ε 减克C呢 都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呢 就定义 就这个向量的长度啊 不管哪个方向 这个向量的长度呢 我们就把它定义为 这两个向量 克C与β之间的距离 在V3当中的几何意义 在V3当中的几何意义呢 就是克C和β这两个向量的 中点啊 作为两点间的距离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可以推广到一般的 我们就这样去定义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肯定是大于等于零的啊 它大于等于零的 所以呢 我们这样来定义它的距离啊 这个从理论上来讲呢 是合理的 那我们看 我们这样定义了距离以后呢 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性质啊 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 当克C不等于ε的时候 那么这个克C与ε的距离 哦对不起 忘了给大家介绍一个记号啊 这个记号呢 就是D克Cε 那么克C不等于ε的时候呢 这个D克Cε 就是两点间的距离 肯定大于 这是显然的啊 因为D克Cε呢 我们把我们说的 这是一个记号啊 就是克C减ε的长度 那么这克C减ε 因为克C 不等于ε 所以呢 克C减ε就不等于0 克C减ε不等于0的话呢 那我们啊 根据这个定义啊 它就是根号下 克C减ε 与克C减ε的内积 然后再开方嘛 所以这个不是0向量的话呢 这个内积肯定就大于0的 这是定义里边的第四条 内积定义里边的第四条 然后再开方的 还是大于0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当克C和ε不相等的时候呢 这两个向量的距离大于0 这也符合我们V3 V2 或者我们一般的理解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性质 就是 D 克C和ε 这两个向量的距离 就应该等于 ε和克C 这两点间的距离 那么这个呢 也是 我们在V2 V3里边的显然是对的 这两点间的距离啊 你可不分先后 谁在前 谁在后 都没有关系 那我们这里边呢 我们来看 左边啊 是克C减 至D 克C和ε 那就是克C减E的 这个长度 那右边是谁呢 右边是E的 减去克C的长度 我说 为什么这两个 向量的长度是一样的 那么在讲长度的时候 我们曾经说过这样一个东西 我现在把它变一个形 把它写成负的 ε 减克C 这就是竖成的事 写成这个以后呢 那么这个负的就是负一了 我们讲过的是 这就是负一的绝对值 乘上 ε的减克C的长度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 我们讲过 A克C的这个长度啊 就是A的绝对值 乘上克C的长度 那么我把这负一 拿到外头来 那负一的绝对值呢 当然就是一 所以这个呢 就和它相等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谈了 两个向量的距离的时候呢 那么谁在前 谁在后呢 都没有关系 那我们还有个一个性质 我们在V2和V3里边有的啊 就是克C和Φ 这两个的距离 它应该是 小一等于 我中间给它加上一个 就是D 克C Φ 然后呢 加上D Φ 就这样的性质 那么这个性质呢 我们来从看V3里边的图 或者V2里边都没有关系了啊 我们来看呢 这随便呢 这个有三个向量 这是一个克C 这是一个Φ 这是一个Φ 那么我们在V3里边的含义 就是说呢 这是克C和Φ的距离 就是这一块 克CΦ的距离 就是这一块啊 Φ和Φ的距离呢 就是这一块 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那么三角形的话呢 两边之合呢 大于第三边 所以呢 如果真的是个三角形啊 那么这个式的呢 肯定是对的 如果不是三角形 这个Φ刚刚好在这个上头 那么这个呢 就区等号 这是V3里边有的 那么我们说呢 在我们这里边呢 仍然也有啊 在我们的 一般的向量空间里边呢 这个式的也仍然正确 我们来看看呢 这是为什么 我们来看左边呢 就是克C减去Φ的这个长度 那么这个长度呢 现在我把它写成 就相当于加一项减一项 我先减个Φ 我再加个Φ 现在呢 我把它看成一个整体 把它呢 看成一个整体 于是呢 于是呢 我们就利用一下 这个三角不等式 向量里边的三角不等式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小于等于 克C减Φ的长度 加上一个Φ减Φ的长度 那么我们这里边呢 这个我们书上呢 就列出了这样几个主要的性质 那由这些性质呢 我们就发现呢 尽管我们把我们这个内积啊 推广到了非常一般的一个向量空间 但是呢 我们得到的这些性质啊 我们得到 根据我们定义了这些概念 在得到这些性质 和我们V2或者V3里边的性质啊 这个几乎呢 就是一模一样的啊 所以呢 有好多性质呢 我们可以直接呢 就把它推过来啊 这是呃 我们在一般的 这个欧式空间里边 呃 当我们定义了 它的这个内积 长度 呃 夹角 还有距离以后 那我们得到好多性质 都是和我们这个V2和V3里边呢 得到的结果呢 是呃 非常类似的 那我们看到 我们这一节啊 这个定义了 这个内积 夹角 呃 长度 一距离以后呢 我们得到一系列的性质啊 那但是呢 那我们对于这个正交的问题啊 呃 还是讨论的比较少啊 讨论的比较少 那我们呢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进一步的 我们来看这个正交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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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一个N维的欧式空间里边呢 我们可以呢 给他取一些个阿尔法 比如说是阿尔法 那么取了这些的向量以后啊 那我们如果这里边要是有零向量 那么这个零向量呢 肯定和其他向量都正交 所以呢 这个意思呢 就不大 那么我们来 给他限制一下 这些向量的都是非零的啊 都是非零向量 万一我们能够取到 这些阿尔法爱和阿尔法这都是正交的 啊 注意呢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啊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 我们假定他能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取到阿尔法爱和阿尔法这 是两两正交的啊 也就说那个阿尔法一啊 和其他所有的向量都正交 啊 你随便取个向量 他和其他的东西呢 都正交 啊 万一呢 能够满足这样一个条件 我们就称阿尔法一到阿尔法二 这个向量组对他非零的啊 那么就把它叫做正交的向量组 那么这个这个正交向量组啊 从我们在所有的空间里边呢 能不能够取得到 我们将来呢 会给大家证明一定能够取得到的啊 这个个数呢 当然我们不知道是多少啊 但是取某些个一定能 那我们现在呢 先来看一些直观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啊 比如说呢 我们再来在阿尔三里边呢 来考虑 在阿尔三里边呢 我要取这个东西 大家看 一零零 零一零 零零一 啊 其实呢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一零一 这个呢 是我们说的一零二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一零三 啊 那么取了这三个向量以后呢 好了 我们来看啊 说这两个向量显然是正交的 啊 就这两个向量正交的啊 那么你看 求内积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呢 定义啊 最普通的那个内积 就是对应相乘 然后呢 再相加嘛 啊 零零零 所以呢 这个内积为零 一顺一和一顺三 也是零零零啊 这个也是内积为零 一顺二和一顺三呢 也是零零零啊 所以呢 这三个向量之间呢 是互相之间的都是正交的 啊 那么你看 我们在二二三里边呢 就能够取得到 啊 那么它对应的 在我们V三里边 对应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啊 那么这是X轴 这是Y轴 这是Z轴 那么对应的就是 这个一不次动一啊 就对应的是 看啊 一零零 就是这样一个点 那么这个我们说向量的起点 都挪在原点上 终点都在这 就是这个 啊 那么一不次动二呢 对应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零 这个坐标是一 啊 一不次动三呢 是这个坐标是一 其他都是零 所以对应的就这三个 哎 那我们知道呢 我们在这空间里边呢 这个三根轴呢 我们说它是互相垂直的 于是呢 这三个向量呢 显然它互相之间的这夹角呢 都是90度 啊 于是呢 这个就是正交的 那我们在这个解析几何里边呢 我们这个用的表示啊 就是这个是I 这个是J 这个是K 习惯上啊 是用这三个来表示的 那我们在这个高等债数里边呢 我们喜欢用Y1 Y2和Y3 那是在R3里边呢 我们能找到一个这个正交的一个向量组 啊 那我们来看呢 它在R3里边呢 说除了这些东西 还有没有其他的正交向量组呢 我们也很容易的能够找到啊 比如说呢 我就取一个根号二分之一 零 根号二分之一 然后呢 我再取个零 一 零 然后呢 我再取一个根号二分之一 零 负的根号二分之一 哎 我们来看 这样取了以后啊 那这个呢 这看这两个向量啊 这个是阿尔法一 这是阿尔法二 这是阿尔法三 先看阿尔法一和阿尔法二 内积啊 就是对应相成再相加的那种内积 零零零 阿尔法一和阿尔法三 看这个成了是二分之一 零 这俩成是负二分之一 加起来还是零 阿尔法二和阿尔法三 这个对应成绩 对应的成绩全都是零 所以我们看呢 阿尔法一阿尔法二和阿尔法三呢 它也是正交向量组 好 可是呢 大家注意看呢 那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给他写一个根号二 我就不写根号二 我就写一零一 零一零 这是 一零 负一 我们要看 我们看这么写可不可以呢 那很容易验算呢 这样写了以后呢 这三个向量组啊 也是正交向量组啊 因为他们都是非零的 而且两两还都是正交的啊 那么原因啊 写这个东西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下边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啊 说这个的长度啊 这个长度啊 是一 这长度是一 哎 为什么呢 因为长度嘛 这个 如果我们在就定义了最普通的那种内积啊 就是说呢 可C 是X1 到XN 那么Ata呢 是Y1 到YN 然后呢 可C 与Ata的内积 就是 对应相乘 再相加的话 我 如果我们来定义这种内积的话啊 那我们来看呢 他的长度 就是自己和自己做内积 这他和他相乘 二分之一 零 二分之一 加起来刚好是一 再开方还是一 就是这个长度是一 那么容易验证 这个长度也是一 这个的长度也是一 啊 那么 呃 还有呢 说刚才我们取这个正交向量组的时候 这个很显然 他们的长度也都是一 哎 那我们把长度都是一的 啊 长度唯一的向量 就叫做单位向量 啊 另外 如果一个正交组 啊 一个正交的向量组 如果他的每个向量 都是单位向量 那我们这个组呢 我给他再另外取个名字 我们就称这个向量组 原来是叫正交来的 现在我们把它叫做呢 规范正交组 啊 就是规范正交组 啊 那么写这些东西啊 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了 大家只要一看见这个名词啊 就能够知道这规范正交组是什么意思 呃正交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呃 两两内积为零 而且呢 还都是非零向量 因为这零向量没有意思啊 没劲 所以我们不考虑他啊 正交就是两个含义 一个是不要零向量 一个是两两内积为零 那规范 规范的意思 哎 那么就是呃 每个向量的长度都是一 就是每个向量呢 都是单位向量 那么以后呢 我们也经常说这个规范的问题啊 那么如果规范指的是向量 那就长度都是一 哎 另外呢 这个现在的有其他的书上呢 把这个规范这两个字啊 他用了别的词 他把它叫做标准 哎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 如果其他的书上呢 不叫规范了 这叫标准了 那么在那本书上呢 其他的这个关于标准的东西 那也都是单位化了 就是把长度呢 都变成一了啊 所以呢 我们把它叫做规范证交组 或者呢 我们也叫他呢 标准证交组 好 那么我们再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我们在CAB这个空间上 我取一个特殊的A就是零 取个特殊的B就是二π 啊 我们在这个零到二π上的这个连续函数 我们在这个上呢 来考虑一些问题 我们来取若干的向量 大家注意啊 这里边的向量啊 就成了函数了 那么这些函数呢 我就取它为一 其他为一 然后呢 这是一个sin x cosin x sin rx cosin rx 一直到 sin nx cosin nx 啊 我取它一大堆 取了这么多东西 啊 取了这么多东西以后呢 我们来看这里边的内积啊 还是我们普通定义的内积 也就是说 fx 和gx 啊 就这个东西啊 它的内积呢 就是从零到二π CAB的时候呢 是从一到B的 现在我们这都取的是零到二π 然后呢 两个乘积 的定积分 在这个区间上的定积分 我们这样来取 啊 我们这样来取了以后呢 那我们来看 就这些向量之间呢 它有什么样的性质 啊 我先来看 因为这一呢 比较特殊啊 我一和其他的去做内积 看看会怎么样 一和sin 一般来讲啊 这个就是sin kx k是不等于零的 这个内积呢 就等于 这是从零到二π 然后这是sin kx的积分 啊 在这上的积分 那么在这上的积分呢 啊 那么它的这个 呃 原函数 这个的原函数啊 就是 k分之一倍的 负的 coskx 那么它在零到二π 上取值的话 大家注意 这回啊 这个二π到这来了啊 你看 2kπ cos2kπ cos2kπ呢 就和cos0的值是一样的 这是呢 0带进来以后呢 也是cos0 啊 所以减完了以后呢 就成0了 啊 这是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如果一和那些cos的东西呢 要做内积 和cosx来做内积 它就等于 从0到2π 这是si 啊 这是cos啊 1和coskx的成绩 然后呢 再来做积分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k分之一倍的 这是si kx 这是0到2π 它的积分呢 也仍然是0 因为你把2π带进去是0 把0带进去呢 还是0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1和其他的那些啊 两两的那积呢 都是0 啊 那么 大家从这些积分呢 啊 从这个积分能够看得出来啊 就算这里边呢 只要有sin什么什么东西 cos什么什么东西 那么最后积出来的东西就都是0的 啊 那我们再来看呢 就后边这些东西啊 互相之间呢 又会怎么样呢 那比如说 sin和sin本身呢 啊 比如说sin kx 和sinlx 这个东西的内积 啊 它的内积呢 它就应该是 从0 到2π 这是sin kx 和sin lx dx 然后呢 大家去呢 一把它呢 做激化核查 做激化核查 啊 回去呢 自己再把它积一积 这个东西啊 仍然是0 哎 同样的 就是cos和cos之间呢 也是0 sin和cos之间也是0 cos和sin之间呢 当然就也是0 好 那么于是呢 我们就知道啊 就这些 就这些个向量 就这些个向量啊 在这个 呃 向量空间 带着这种内积的啊 这个欧式空间里边呢 他们的 之间的两两的内积呢 都是0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 如果他自己和自己 要做内积会怎么样呢 说1和1 要自己跟自己做内积啊 它就等于 这是0到2π 1乘1的积分 才是1 dx啊 那我们说背积函数是1的话呢 它就是这个曲线长度 它就是2π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些sin 啊 我取一个sin kx啊 和 注意啊 刚才这里边呢 是他k和l得不相等啊 那么自己要和自己做内积呢 这回呢 可就不一样了 自己和自己做内积的话呢 这就是从0到2π 这是sin 方 kx dx 好 那么这回呢 它就是从0到2π 我们知道呢 sin方kx啊 可以写成 1分之1减去 cos2kx dx 那么就这一项呢 带cos2kx的这个积分呢 很容易知道呢 它是0 那么带2分之1这个积分呢 把2分之1提出来以后呢 就剩区间长度 就是2π 所以这个东西呢 等于π 好 那么这个积分呢 大家回去仔细做一做 那么一般来讲呢 在数学分析里边呢 讲定积分的时候呢 都会有这样的例子啊 就这个呢 都应该当做立题 或者是习题 都会设计的到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知道 就是cos2kx 和cos2kx 它自己和自己的那积呢 也是π 和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这就变成cos2kx 这就是变成一个加号 所以这个东西 它也是π 那么也就是说 除了它的 自己和自己的内积 是2π以外 剩下的那些东西啊 自己和自己的内积呢 都是π 那么现在也就是说 大家注意 这个1的长度啊 这个1作为向量来说啊 作为向量来说 在这个向量空间里边呢 它的长度 就是它开平方 就是根号下2π 那么其他的长度呢 其他的长度啊 都是根号下2π 其他向量的长度 就是它开平方嘛 长度就是开平方嘛 所以都是根号下2π 就只有1的这个长度 是根号下2π 那么其他的长度呢 都是根号下2π 那么于是呢 当我们把这些向量 给它做一个小小的变动以后 好 那么在变动之前 我们说一个简单结论 就是 如果 一个向量 可虽 这个向量的长度啊 它是不是零的 那么则 这个可虽 除以它的长度啊 或者写成 这个长度分之一 这有意义啊 和可虽去做竖成 啊 这就把它除以长度 就定义成这个东西 啊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一定是单位向量 这东西一定是单位向量 它在证明蛮简单 证明的就是说 我们来看 说 这个东西乘上可虽以后 它的长度就是 因为这是个数吗 我就把它拿出去以后呢 再加绝对值 注意这个绝对值不用加了 因为这肯定是正的 所以就剩下的是可虽的长度 于是这个东西就等于1 这它肯定是单位向量 于是呢 我们把这些向量给做一个变动 就是1啊 我给它除以它自己的长度 这个呢 都除以它们的长度 都除以它们的长度 那么后边我都不写了 啊 每个向量都除以它们的长度以后呢 那我们知道呢 就这个向量组啊 它是两两是正交的 两两正交的 大家注意还都不是零啊 都不是零 是两两正交的 而且呢 这个东西就都变成了单位向量了 于是呢 就是这些东西做成了它的一个标准正交组 或者说规范正交组 那么这规范正交组呢 我们将来还会用得到 大家现在呢 如果你学过了负利液极数的话呢 可以发现呢 我们这里边的东西和负利液极数里边的那些东西呢 就蛮像的 啊 那么对于正交的性质呢 我们先给大家的 就这么几个 然后下边呢 下一节课呢 我们再接着来讨论